刚才您上场 就这样的态度 还要起来揍我的 你让他动试试 这样子给大伙看了吗 他说我在这说 他这么了那么了 你让他打 你来试试 咱们今天 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我劝大家最好不要 把打呀骂呀放在嘴上 因为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好吗 别本来咱们是有理的 可是让大家觉得 咱们一点都不占理 好不好 把心情放平静下来 才能好好解决问题 其实杨女士 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跟他俩来离婚的 那么多年我已经生活了 我都快让他把我逼疯了 那您当初看上他什么了 当时他 那时候他挺年轻 我毕竟比他大 大四五岁嘛 而且还是二婚 接了会以后 他就不像没结婚之前 那么对我好 因为我毕竟是离我一次婚 知道吧 离我婚 再要 我是渴望的有这个家庭 被温暖 而且他儿子 他总是说我 所以呢 就是一开始吧 我是生的气 走了两回 我姐后弟弟一劝 劝我 王贵就 心里头就传了 感觉他心里软了 就回来了 这一次是因为什么事情 您彻底决定要离开 这两年 孩子有毛病了 他逼着我 就是说是 再要我给他生啊 你说我现在毕竟都 都四十八了 你说我还能生吗 我想问问看 包先生 您当初跟妻子在一起的时候 对他有感情吗 有 也有感情 有什么感情 有感情啊 你心里就想了 你就是找借口 不想找我 你找我们借口啊 您爱他什么 您能给大家说说吗 一天晚上能 能给我们爷俩 做食做喝 其实这对我们爷俩 真挺好 就有时候说 我有时候喝完酒 有时候犯魂 但是多数都是喝多了 完了 你拉倒吧 什么也多数喝多数 你就成年就喝 你也不要这么说 你要是只要是这么一说 那小八十肯定上来 因为他说不过我 是不过我 不过我 好 你吗 我吃